好 我們今天接下來要講的是什麼 這是什麼字啊 一口好牙 叮叮 你看牠牙齒閃亮亮耶 牠為什麼會有一口好牙 那我們來看一看 要怎麼樣可以有一口好牙 嘟嘟和許多小朋友一樣 很喜歡吃糖果耶 卻不喜歡刷牙 所以嘟嘟的嘴裡面 你看 有好多好多的蛀牙 牠缺了好多牙齒 而且上面都有坑坑洞洞對不對 今天吃點心的時候 嘟嘟才吃了一口冰淇淋 牙齒就痛了起來 好痛喔 糟糕 不能吃好吃的冰淇淋了怎麼辦 嘟嘟一邊捧著臉 一邊看著冰淇淋一點一點的融化 難過的哭了 好傷心喔 怎麼辦 怎麼都發不掉 對啊 媽媽連忙跑過來安徽嘟嘟說 媽媽帶你去看牙醫叔叔 等牙齒不痛了媽媽再給你買冰淇淋好不好 嗯 嘟嘟點點頭 然後他們就去看牙齒了 到了診所 牙醫叔叔很仔細的檢查 嘟嘟的牙齒後說 嘟嘟啊 你想不想有一口解白 又不會痛的牙齒啊 嘟嘟當然想囉 你看牙醫叔叔拿出這個超巨大的牙齒模型 然後教嘟嘟怎麼樣刷牙 他說首先 每天至少要刷牙兩次喔 要刷兩次牙 一次是早上起床後 一次是晚上睡覺前 那你如果下午要睡午覺 其實應該也要刷牙 睡三次 而且要有正確的刷牙方式 你在幹嘛 才能把牙齒真正的刷乾淨 牙醫叔叔先教嘟嘟刷門牙 門牙的外面是上下刷 要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對啊上上下下 接著要刷門牙裡面喔 你看這些是舊尺全尺 因為裡面不好刷 所以很容易藏細菌 一定要刷乾淨 裡面也要認真的刷 刷完了門牙 再來刷後排的舊尺 一共有三面 這是一二三 每一面都要刷喔 舊尺可以上下左右刷 其實應該都要畫圓的方式刷 還有還有 每次吃完甜的食物後 可以喝杯白開水 或是漱口 讓甜食不會殘留在牙齒上 所以媽咪每次在你吃完飯 都會給你一杯水對不對 回家後呢 嘟嘟叫著牙醫叔叔 教他的方式刷牙 每天都不偷懶喔 現在嘟嘟已經有了一口漂亮的好牙了 好美喔 可以吃好吃的東西 又可以有漂亮的牙齒 很重要的 很糟糕 可以吃嗎 先吃這個 很糟糕